立马热了 这脚底下是热的 最近各位一直想看的某多多黑客机系列 今天又来了 这些东西呢是我去重庆之前买的 然后有一个东西的话呢 反正就是发了半个月才到我手上 那终于到了 今天咱们赶紧来做一个开箱 总共是五款产品跟以前是一样的啊 那首先第一个咱们也就直接开门见山啊 来一个比较高能的东西 最近苹果不是发了一个新款手表吗 那我买的这个呢正好也是手表 哇 看着做工啊 来看看应该是跟期待差不多的啊 听说这个也是可以支持无线充电的 哇 你们看这层次 期待的话呢应该也是长得差不太多哈 这边还有一根表带啊 表带的话呢跟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底下还有一根尼龙表带 外加一个无线充电器 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来咱们开机看看啊 看看长什么样子 开了来你们看 好像是不是特别惊艳啊 但是它确实连这个表盘都已经给你做出来了 滑的话是可以换表盘的 这是主界面啊 估计可能跟六代差不多 但没有期待那么惊艳 期待的话呢 基本上这样测的它都是可以看到屏幕的 但这个是不会的啊 来对比一下我这个手环看一下 屏占比确实比我这个手环要大的 我这个手环的话呢 卖是卖两百多块钱嘛 这个手表啊 原价是三千多嘛 就是那个正价 这个只要179买到手了 来咱们再试一下无线充电啊 正在充电 那无线充电的也是可以用的 反正这才花了一百多块钱买的 能买到这种功能的手表 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香的了 朋友们 但是你要说跟那个原版的一模一样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因为价格毕竟摆在那嘛 来第二款 第二款东西呢 是一个支架型的立体户外蓝牙音响 卖的话呢 是卖48块钱一个 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当做 就是我们追剧 或者听歌 看电影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声音制造出来 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立体声的声音 来试试看啊 来我们先听一下手机的原声 浪月莫和我 叠叠奔飞 千万高安魔头 由你勇气 OK 这是手机原声 现在咱们连下蓝牙 这里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按中间这个播放键 它可以播放暂停 各位估计你仔细听的话 应该是能听得出来的 一个声音呢是比较单薄的 另外加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声音是非常立体的 虽然说手机呢都是有立体声的 但是你有了这个大家伙呢 真的就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而且呢这里还是可以插卡 还是可以充电的 那我觉得48块钱这样还不是很亏的 你看可以立着看电影 然后拿出去插张卡 还可以当成跳广场舞的神器 但是拿出去跳广场舞啊 能不能防住那些广场舞干扰器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哇 一个报纸装的 这个是个小东西啊 第三款东西呢是叫做 迷你的LED手电筒眼镜灯 这个灯啊其实卖的超级便宜啊 5块9毛钱一个 用处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啊 去商家手的时候呢 可以夹在眼镜上面 然后或者当阅读灯 或者在户外钓鱼的时候 然后用到的一个徒步灯 他说可以当眼镜灯啊 咱们就直接把它夹到眼镜上面 夹上去之后呢可以360度旋转 就转到前面啊 哇 别说 其实感觉还是挺亮的 现在我这房间里面是很黑的啊 我戴的还是墨镜啊 照到前面的话呢 其实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来各位看一看 这个光线 这可能有一个相机的影子啊 还是比较亮的哈 你看东西呢不算大 但确实是非常亮 商家这里说呢 里面是含有两颗扭扣电池的 要把螺丝卸下来才有用 总共容量的话呢 是220毫安时 可以持续照明48个小时 价格便宜 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而且还不是很耗电 蛮不错的 OK第四个 第四款东西呢 是一个小型的家用投影器 号称只要用手机啊 就能投出智能的3D影院的那种效果 原价的话呢 是108 我买的话呢 是花了88块钱 这么小的一个投影仪啊 看起来确实是不大啊 来咱们就直接试试啊 朋友们我研究了半天 好像这个是不能连手机的 但之前呢 我还好啊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投屏器 这个投屏器是插到那个电视上面的 正好它这个是可以插投屏器的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电视就变成了这个投影仪啊 那现在咱们关灯再来看看啊 焦距的话呢 调的这已经是最清楚的部位了 要放再大的话呢 应该要拖得很远很远才可以 这个只是我放在桌上面的这个效果啊 好弄完之后呢 咱们找个片段随便来播放一下啊 这个已经算是最大的声音了 朋友们 哇朋友们真的是超级难啊 这玩意儿不能连手机 必须加个投屏器才行 但如果你用插卡 或者投在电视电脑上面的话呢 只需要用这根线就可以了 不过我买的呢 是他家最便宜的 他其实还有一个直接连手机的 卖的话呢 是卖248块钱 我这个只要88啊 他那个直接就翻了三倍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还不如直接插卡呢 如果你真的想看电影的话呢 直接把它下到这里面看 那多爽是不是 如果各位想买 最好建议各位戴上耳机 或者买一个小一点的音响 擦上去看 嗯这个观影真的在家里面 既便宜又能享受到那种 投屏影院的那种感觉 好了最后一款 我记得上回呢 我们是测过一个 可以自动加热的袜子 然后很多人朋友们说呢 这个袜子万一失掉了 或者说你这个脚冒汗的话呢 这不会漏电吗 其实啊 那个东西并不会漏电 因为那个电池是放到外面的 跟你里面冒汗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那今天呢 我又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款东西 这个呢 也是可以加热的 但是啊 并不是袜子 这个是鞋垫 就这么两个啊 这个东西呢 叫做无线充电的发热鞋垫 卖的话呢 69块钱一双 来你们看看啊 这厚度还是比较厚的 就穿上它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啊 可能还能增高不少啊 这估计最少两公分 应该是有了吧 你看里面的话呢 也是有独立的两块电池啊 这个电池呢 直接装到这就行了 但是洗的话呢 我猜测应该也是洗不了的 因为它底下这是有开关的嘛 好 现在装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厚度是挺厚的 好这边测的表面温度是24度 这边测出表面温度31.5 估计就30多度差不多 在34 其实温度不算特别高啊 30多度其实还是能接受的 就踩在脚底下 商家自己说的啊 电池带有特制结实的抗压保护壳 可以承重300公斤 安全放心使用 然后呢 锂电池呢 不会对人体造有任何的伤害 鞋垫可全身水洗 这是商家说的啊 那当然了 咱们买都买了是吧 温度也测过了 有效果 但是咱们没有实际上脚 如果不上脚的话 肯定有粉丝又会说了 你这都不上脚呢 有什么意思 来咱们走着 我俩穿的是拖鞋啊 现在没穿那个鞋垫 来比一下 身高 差不多嘛 差不多哈 好那我再穿一下 这确实有真高效果 直接插上啊 不知道它能不能插得进去 这个鞋垫起码是44码 我干 你看 直接放到那个拖鞋里面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要穿出去呢 咋办呢 你给它修一下嘛 哦对对对 这里写了啊 可以剪 剪到40码要剪一点 我直接就插到这鞋里吧 立马热了 这脚底下是热的 好再来试一下 来 阿斯科 再比一下身高 小鱼怎么变高了 穿了这个还高一点点 我不穿美女高 不穿你们才差不多 你穿的高那么一点点 高一点点啊 就高一点点 扎扎 有用其实是有用 它不会爆炸 你看 我穿了 不过穿了之后呢 我感觉它热量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我打的还是高温挡的 也没有那么的热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不太建议 各位买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说实说底下是加固电池 但是万一哪天走路走得好好的 也吃脚汗了 哎漏电啊 哈哈哈哈 这个玩意儿是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嗯 但是它增高是确实能增高 你这是什么 啊我不要 你说这个东西啊 它万一就是 它不是有加热功能吗 你说穿着穿着 那脚一加热 那不就更臭了吗 哈哈哈哈